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定于当地时间的17号在伦敦发表演讲 阐述英国政府脱离欧盟的方案 消息人士15号提前披露了部分的演讲内容 称特雷沙梅将表明英国准备牺牲欧盟单一市场准入权 以收回边界控制权的立场 从而实现硬脱欧 有英国内阁成员担心特雷沙梅的这番表态可能引起市场的回落 触发英镑汇率的新一轮下跌 特雷沙梅将在当地时间17号发表的演讲 是英国政府首次详细阐述脱欧的方案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5号报道 特雷沙梅已经准备好迎合保守党内夷欧派的观点 在英国与欧盟之间做出清晰切割 报道还称预计特雷沙梅将阐明几大脱欧方案要点 即英国准备退出欧盟关税同盟 准备以牺牲欧盟单一市场转入权 和摆脱欧洲法院司法管辖权来收回边界控制权 特雷沙梅还将承诺 一旦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启动脱欧程序 需经议会批准 他将立即向议会提交相关遗憾 英国内阁人员担心 这次演讲可能会带来市场波动 触发英镑新一轮下跌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此前发表文章 暗示可能会先与欧盟及其成员国 达成一份过渡性贸易协定 考虑到伦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业中的重要地位 欧盟方面14号也释放出 希望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 与伦敦金融市场保持特殊关系的信号 英国政府先前明确表示 希望今年3月底前启动 李斯本条约第50条 正式开启脱欧进程 根据李斯本条约第50条 脱后后 英国有两年时间与欧盟办各种转关系的手续 并同欧盟及其成员国敲定新的贸易协定 但实际上 一些专家估计 这一过程恐怕耗时多年 再次回来 感谢观看